我压的人傻了 好久没看到这么人操的游戏了 就在刚刚我刷粉丝的事情 一个游戏能玩到迷你世界 我的世界泰拉瑞亚 甚至连拼兮兮都有 啊 还有高手 那我就知道 星球建招大师 一款多能战线 高自由度的精美沙盒游戏 精不精美我不知道 底下的评论是挺精彩的 星球拉死大死 界面抄袭迷你世界 玩法视角抄袭我的世界和泰拉瑞亚 迷你世界加泰拉瑞亚加拼兮兮兮兮了 妙皮 那咱们多得不说 小赞一点之间 开始游戏 这边开始啊 很满游戏 就给我一种二十年前 9934 Flash Show游戏的即视感 然后一个教程关卡 这一开口 我叫妮妮 叫妮妮 叫妮妮 你妈呢 这开口一句话我确实没绷住 然后就开始细致入微的教程关卡 手把手教我敲碎木块 收集木块 再放置木块 非常的详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开放世界模式的全部内容了 接着奖励了我跟稿子 诶 稿子不用合成 我巡视这 这省事啊 结果哐两下 报废了 给你跳出来个毁灭之一套装 送你酷炫翅膀 还有两个钻石稿子 而且你装上这个翅膀 你还能二段跳 诶 克星优势 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接着随着游戏的进行这逆逆 又让我安装大门 就这安装的范围让我有点 不知所错 你什么意思能装天 接着又让我去商城 购买桌子 椅子 电视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的新家 专业呀 最烧的还得是个电视 那可不是普通的电视机 这他嘛 并熄熄电视机 打开里面还有广告 看视频 砍一刀 砍不完 还能邀请朋友一起砍 砍一刀二百金币 三刀 随机翅膀 阔虎 有识效 诶 还会过期 砍十八刀送你的大喇叭 你可以全服通告 你就是砍了十八刀 零喇叭的 你们看看这奖励 是真的抠啊 唯一送了翅膀 还特么是现实的 接着游戏 又让我们放置百合花块 我以为需要自己收集物资 自由发挥 结果 你只需要把材料 放到对应位置就可以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样人叫沙盒玩法的 众所周知沙盒游戏 撸树那是必不可少 于是 我结束完教程关卡 马上去撸树了 这一撸 不是你这 你这 撸树撸个树干出来 直接给我脑干干萎缩了 啊 意思是我这拆完一棵树 还能完完整整拼一棵出来 我很负责的说 确实 你甚至可以像我这样 两根树干中间 放一坨树叶 又或者可以 直接隔空 从树叶中 长出一棵大树 多的树叶 还能在空中 铺个空中楼梯 这我不得不收回我之前说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 撒核游戏 那这真正的 撒核游戏地图有多大呢 往左舟几步 到头了 往下挖个几个 也到头了 就我一点不开玩笑 这地图大小甚至不如 超级妈里奥第一关 玩完这个创造模式 我就发现这游戏还有什么 世界大厅 我一打开 好家伙真有人啊 甚至还有地下探险的副本 就这打击感 那一点没有 然后攻击距离判定 那还是相当的魔幻 我压的手里一把普通木剑 都能当远程攻击了 除此之外 还能钓鱼 还能抓宠物 虽然很简陋 但也勉强能玩 反正从头到尾 就给我一种廉价手游的集市感 但是 你打开它充值界面 那是丝毫不逊设意 当下任何一款热门手游 炫酷跑车50块 巴掌大的地图 他卖你50块的跑车 我不知道什么操作 去了这个绚丽琴下 一个皮肤55块 然后这个冲浪妮妮皮肤80块 甚至一个冲浪板 他卖你100块 标语达的 随时随底可以冲浪 给我上下两个头都看傻了 还有什么远程武器 玩具随枪60块 十二星座皮肤 一个25块 还有这个大圣套装50块 这浑丝套装 等一下 有授权吗 你就浑丝套装 还光明正大卖钱 但我巡视他这个浩天锤 被改名叫破天锤 那十有八九是盗版而来的 反正游戏玩下来 丝毫没有游戏乐趣 我觉得人玩下去的 十有八九都是小孩子 没有什么明辨是非人力 很有可能一不小心 就拿父母的血汗钱拿去课金了 总之 叮好赞家小朋友 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游戏 必须留个心眼